你会不会恨我 小心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让我想想办法吗 我就想来看看 您 这是公司的项目 我当然要关心一下了 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我跟公司的设计师聊过了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所以想先跟程老师的先生聊聊 为什么 我跟乔孟佳也聊过 他说上次沟通的时候 他先生是同意拆了这面墙的 说是为了程老师好 但被程老师否定了 关于这面墙呢 一定有故事 只是他们附近二人 都不愿意提起 你觉得找他能解决问题吗 我也不确定 但也算是向前迈了一步吧 所以我要好好看看这面墙 争取找到突破口 争取说服程老师 加油 写天 他在家中做了一步 很累 写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车来的 打车来的 那我帮你叫辆车吧 你手机有信号吗 没信号啊 糟了 那怎么叫车啊 你怎么来的 骑这个来的 你慢点儿 老板 你放心吧 我很稳的 你要是坐不稳的 可以抓着我 我同意辞退你 你会不会恨我 你说什么 我说 你会不会恨我 吓死我了 老板 你刚才说什么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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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